這個EzioApp是結合HTML5跟JavaScript 還有CSS3這樣子的一個技術 它主要是使用JQuery Mobile這個東西 這個在網路上是公開的 所以只要你去網路上可以找到相關資料非常非常的多 像我這裡就有給你一個網址,你可以去看 所以因為它跟HTML語法有關 它的介面裡面這裡就會有分,有三個 剛剛我們不是講的嗎? 它是HTML5,然後JavaScript 所以JS就是JavaScript的地方 你可以在這裡寫上JavaScript的一些語法 CSS主要就是要設定它的那個版面格式 那基本上你這個地方如果沒有做也沒有關係 因為你有做只是讓你的版面看起來更好看 那如果像我們現在在第一次接觸的時候 我們可以先求有再求好 也就是說你先把功能做出來 那未來你想要讓它更好看 那你再來研究CSS這個地方要怎麼弄 那這是比較常用到的地方 如果未來你們完成之後你想要把它下載 這裡有一個export 它export的地方就會有這兩種 一種就是HTML的一個code 另外一個就是ADK 所以你也可以從這個地方去做下載 好,但是我沒有下載過啦 所以我一直沒有按 我一直都只是在這個preview的地方 是用而已 那再回到我這個PDF檔 我這PDF檔裡面開始就是有介紹一些工具箱的原件 這個都是如果大家都有覺得VP 這個看起來就跟VP的工具箱有點像 只不過裡面放的工具不一樣而已 那這邊因為很多都是英文的 但是如果你第一次接觸沒有關係 你就先把它放上去看看 那怎麼樣開一個新的呢 這邊建立你 你這個地方先關掉 在這裡有一個立刻體驗 在它的首頁裡面會有一個立刻體驗這個東西 我剛剛是用那個教學史做嘛 那立刻體驗你把它點一下 它就立刻開一個全新的給你 全新的 所以裡面什麼都沒有 那當然它有預設寫好的一些簡單的東西 那你會發現其實就只有HTML這裡 其他完全都沒有 所以整個操作方法就跟VP有點像 你只要把它拉進來 那你就知道這個就是黑的 那黑的還有在這個介面裡面 你可以把這個東西先關起來 那關起來之後呢 這個就是它的屬性 所以如果你想要改黑的這些字 那就是在text裡面 如果這個VP學來不錯的話 應該可以猜得出來這裡面的意思是什麼 所以你就可以從這邊去修改 那中文沒有問題 例如說我直接給它打一個中文 這是一些基本操作啦 我先示範給朋友看 然後旁邊點一下 你發現這個地方就會立刻被改掉 那我們在preview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 這個就是你剛剛做完的一個效果 就是很簡單 好 那真的要寫語法的時候 你這個視窗還要再把它打開來 那你發現當我這裡做了這樣的操作 它的這個HTML 它就自動幫我加上這些東西了 沒有看到 這個是它自己加的 因為並不是我剛剛輸入的 所以你在這邊用那一種原件 拖拉的方式去操作 那右邊的這個程式嘛 它會隨著你的操作 一直在做增加 一直在做修改 所以你就不一定說你一定要懂這個 當然如果你懂這個是最好 那你兩個 因為有的時候呢 這邊不夠用的東西 你可以到這邊來自己加 等一下我們的第一個例子就會有 所以這個是工具箱元件 等一下你可以自己多拉幾個 去試試看說 到底這些元件是代表 執行的時候是長什麼樣子 那底下的這個部分 你們可以先玩一點再用 就是它的工具箱分為兩類 兩大類 第一類是最基本的 第二類是比較進階的 是比較進階的 所以底下這邊是屬於比較進階的工具箱 那你看可以看得出來 這裡面就可以用Googleman 然後這個是就是可以選幾顆星 就是平分的 那這個東西在我們今天的翻例裡面都會有 那如果有好奇的話 你可以把它丟進來看看 只不過你可能執行之後 它只會有它預設的一個效果而已 好 那這是工具箱元件的部分 那接下來你會發現 我會有些頁面的標題的地方 我用紅色 那紅色的地方就代表一個主題的開始 所以你看我前面的地方 黑色 那就是不是一個主題的開始 簡單講 那我紅色標題的代表一個主題的開始 所以我這個主題就叫做連結網頁 那連結網頁要怎麼連結 我這裡有跟紅月講 你就是要用這個東西 那上面這個是黑的 我剛剛用的 然後你把它拉三個上來 然後拉上來之後呢 我要你自行輸入網址 因為這個地方呢 你拉過來的時候 它並沒有產生這個東西 也就是說拉過來之後按鈕就可以按 但是按下去它不會有任何反應 所以你要怎麼樣讓它有反應 你要在這個地方起 那如果你覺得這個字看得不太清楚的話 你就把它放大一點 那這裡就會告訴你說 我這裡有告訴你 你要自行輸入 因為它給你的時候 只有這個小於A等於這些東西而已 後面通通沒給 那你這個地方呢 你就要自行輸入 HREF等於這些東西 這個示範 所以我這裡有三個 這個都是我自己輸入的 那用這種方式呢 寫完之後 你再去preview一下 然後去點選它 它就真的會連到相關的網址去 網站去 這個等下同學自己試試看 因為這個非常簡單 然後像我這個就是點選換頁 也就是說我這裡應該會有兩頁 然後我點一下就會換到另一頁 這樣的功能 那你會發現這個也是紅色的標頭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主題的開始 它就是點選換頁開始 但是在下一頁 這一頁就是連接著點選換頁的一個動作 所以我會要你說 第一個動作你要建立新的一頁 那怎麼建立呢 我這裡有告訴你 我先簡單示範 就是在這個地方 這個pages 你把它點開來 你就可以去做加pages的一個功能 所以在我的這裡面也都有跟同學講 這個就是建立新頁的一種方法 那點選回首頁 所以你看到這個還是紅色的字 所以這個還在點選新頁的範圍裡面 那裡面要寫的東西就有點多了 所以這個部分呢 如果你真的覺得寫這個很麻煩 那事實上呢 在那個範例裡面也有 你可以把它複製 然後來修改 看你要怎麼樣修改 因為有的時候 你用的文字跟它用的文字 如果不一樣的話 當然就是自己要修改成我們自己的文字 因為這裡面的字真的很多 你只要打錯一點點 它就不能夠用 那我這個部分是打在哪裡 是打在Js 所以同學你在使用的時候 你要看清楚 看清楚我這個內容 我到底是打在Js的還是HTML 這兩個不一樣 所以這是我整個PDF的使用方法 所以我這裡面有多少的主題 就是除了剛剛我們知道這些之外 像滑動頁面 只要你會了 你就可以去做滑動 頁面的滑動 這一頁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把它變避跌幅 它就橫過來了 可能是不知道 好 那我這裡是建三頁 是建三頁 如果我覺得這個看起來不舒服的話 你可以從 我記得這個地方可以 頁面檢視 不能夠旋轉 有一個旋轉 就只有這一頁而已 你就把它轉過來 但是之後你要再轉回來 否則每一頁都變那個 所以這個地方你就再轉回來這樣就好 所以有的時候我會提醒你說 這個是寫在Js 你會發現這個裡面真的非常多 那像我剛剛用的那個滑動的部分 在這裡面也有 在實作教學裡面 你會發現這裡就有滑動頁面實作 我之前是給同學看好的 但是我會建議你可以複製這裡面的東西 但是你必須要修改成你自己的 就是你不要在別人的寫好的層次裡面 你去做修改 你這樣子不太好 因為這是別人 這是這個公司他做好的範例 你如果在這裡做更動的話 以後每個人連進來都會是你被你更動後的